请收看 维新世界 先佛在我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先佛在我家 我们现在在台湾 其实在这块宝岛土地上 有很多很多丰富多元的宗教信仰 佛 道 如 耶 回 甚至是有很多的这些新兴的宗教 其实在东南雅各地 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新兴的宗教 那么维新圣教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我们借着节目 是要带领各位观众朋友们 来了解从我们的同修开始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 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教信仰的过程 那他们自己家里面 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宗教信仰的情况 其实这也反映着台湾 各个家庭对于宗教信仰的一些 不论是宗教的这个种类的分布等等情况 其实我们都可以希望反映在节目里面 让大家来了解这样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维新圣教的钢山道场 要邀请到一位师姐 那她的这个宗教信仰历程 其实蛮特别的 而且跟她自己本身的这些人生历历 有很大的关系 遭遇到很多的挫折 但是宗教如何升起她的信心 支持她的这些等于勇气 然后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先来欢迎这位 跟我们即将要有一个精彩分享的师姐 来 各位先佛在我家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钢山道场 郑奇班二十二届林清兰 大家好 师姐 阿弥陀佛 刚刚的师姐林清兰显示 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 能够和你一起来 分享您的这个宗教的历程 然后个人的心得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他 进入这个宗教的那一个时间 那不晓得您的情况又是如何 先从你的家里开始 我们来叙述一下好吗 我们小时候 我们当时在做金座 因为我们当时有学生的观众朋友 因为以前观众朋友 有你让人清洗 清洗的当中是都用 会我们介绍一个祖人 现在欧巴桑 他现在都来用拔杯 然后那时候 到观众朋友生意的时候 都可以聘用人家聘用到三十八 也是香火顶望 对 结果到五十岁我爸爸的时候 他出了一场意外 结果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到 耳朵可以听得到 那时候观众朋友生意的时候 就是说希望由他下去救世了 是 为了救世 但是我们爸爸很天气 他就说我不要 他就坚持他不要 好 好 好 就是那个 五十岁开始就 一直跟没了一直跟没了 我跟两个眼睛都脱了 是因为那场意外吗 还是说不是 又另外的一个 对 就是说比如说白内障 比如说青光眼 他就坚持不看医生 就搞到最后两个眼睛就瞎掉了 就每天这样五百点五百点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老傻子 所以邻居都能够去体会说 他这种精神状况 但是你说他是疯子吗 他又不是疯子 你说他精神异常 看起来又是像精神异常 然后两个眼睛脱了 他就出品隔壁 这样五百点四百点 不然就躲到路上 他几乎可以从这里走到省道去 两个眼睛瞎掉 他不会跌到水锅里面 去那个省道那边做交通指挥 结果我没有就抬给我 因为我是大喊造点 抬给我 我就去 很不好意思 警察在那里 有时候我们拖不来 教他又很冷 五十分就躲到二十分 他就在那里做交通指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子女的 遇到这样子 我们其实真的很无奈 一时之间真的是 对 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子 对 大家都是用一样的眼光 但是坦白讲 大家老傻兵 我很感激他们 因为大家都能够去体会 不知道的人 可能就会骂他是疯子 其实是感觉就是说 老傻兵就是跟着你们这个家庭 然后一起走过来 他们了解你的父亲这样子的一个人 这样子 对 而且就也因为这样子了解 就包容得更大这样子 对 所以他五十岁出了一场车祸 他的脚骨弄他 就是在我们小谷那边 他几乎可以到像十块钱的 银币那么大一个洞 那个洞几乎都是填补不了 所以他本来是吃素食的 然后他就 他先告诉他 你这样营兵不够 你再开车 开车就越严重 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他五十几岁 他几乎可以出离 就是跟人家签约 签那个房子的买卖签约 或者说要付款 十万块怎么样子 结果人就出来了 你们生命某某人 给我们签了一张契约 要买这个地 要买什么的 结果 因为我们要买买买买 我们都会跟对方比这样 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是 所以他后来 就真的也听从了神 也就是观星菩萨的旨意 是他的一个开示 然后就也步入了一个 祭祀的过程吗 没有 他就坚持不要 所以他到76岁往生 因为他到76岁往生之前 我有去寄贡师傅那边服务了 三四年 三四年的当中 我去的话就是做义工 我去寄贡师傅那边就没去了 我去寄贡师傅那边就没去了 到76岁我爸爸就前几年往生 前几年往生的当中 有一天他往生了半年 半年的当中 他早上来让我看 就像我们正常人这样子 一下子就不见了 你是梦到他吗 还是 对 我梦到他 相对同一天的中午 他来火湾出家那个第三的妹妹看 一样同一天的中午是来找我妹妹 他旁边就有一个欧巴桑 不是欧巴桑 就是说他怀孕了五六个月 跟他死亡的时间就是说 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那个肚子看起来就是五六个月 就两个人数一下就不见了 我妹妹就因为她是出家师傅 她就跟我讲说 她就打电话给我 我说对 我早上也梦到爸爸 她说我刚才睡觉的时候也梦到爸爸 她旁边就一个怀孕的妇人 也是五六个月 十一下就不见了 结果我妹妹就说 那可能她已经去脱胎了 因为这个是我妹妹没有证实的话 结果等到我先生他脑下垂体肿疗要开刀 因为那时候 人就是说你遇到那些逆境的时候 你也觉得找一个精神寄托 我就那天晚上九点 我就去找激公师傅 他第一次就跟我讲说 你知不知道你爸爸因为你 他能够从地狱已经去投胎了 是我把他救起来的 我才恍然大悟说 原来我们做了五位师 他真的不是只是利益我们自己而已 他可以利益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亲生的父母 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 是 所以这个是经他给我证实的说 你爸爸已经去投胎了 我想神佛讲话他是不欺人的 那我们能够去相信神佛给我们的所有的视线 或者是神佛透过任何的一个具代表性的人 来告诉我们他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意思 那所以您现在这样子分享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人真的遇到很多考验的时候 真的还是走过来了 其实看师姐您真的很漂亮 然后其实皮肤这么好 然后觉得是好像没有遇过太大的这些人生的困难 但是原来在背后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故事 那一方面就是说让我们了解到神佛其实跟我们之间的紧密连结 事实上就是每一天然后在生活当中这样 只是在考验你的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但是最后会让你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结论就是鼓励我们大家 无畏不失 其实我们自己也许自己在做 然后没有别人看到 对 但是真的头上三次有神明 他们是知道的 对 就像师父说的 我那天有看到师父一段话 他就说 傻中傻 真潇洒 真自在 傻瓜就傻 他说你就是傻我做 傻我做你傻我做就对了 我当下体会很多 要怎么说我做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就做 是 是 是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宗教的一个体会 不管是从任何的逐天圣神佛菩萨 也许是佛道或者是道教的这个部分 对 我们不分 同样神佛像老师一样 就是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哲理道理这样 那我想在您的这些过程当中 不管是从年轻也许还没有进入婚姻 或者是进入婚姻之后 您刚才所叙述的这些 几年来的这些勇于走出困难 度过困难的这个过程 宗教到底在什么时候是进入你的心的 你觉得真的你在这个生活里面要有一个宗教来支持你这样 因为我所以说因为我爸爸的事情 其实我对道教我很不好意思 我以前都会想我如果骑机车见过人的庙还是那个 我那个神坛我都会不看 我觉得你不要爱上我 我会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人的这个认知有时候是这么的执着 有时候 对 就是说 时代的婚姻 我会觉得我看到你 你好像会爱上我一样 所以我都不看 我很排斥 所以我都是以佛教为主 这是个人非常主观的一些 对啦 做法跟想法这样子 对 那我想在台湾就是有一个特性 我想在每一集的节目里面 我都会大致地去提到这个点 就是因为台湾就是这样子小小的 可是它包含了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宗教 清真寺 北中南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甚至是就是天主教 基督教 教堂等等 甚至在刚开始基督教进来台湾 影响很多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特殊自由的儿童 其实那个时候的音乐班的教育 是西乐体系打起来的 所以教会体系其实帮助了我们的这个早期 三四十年前的这些自由的音乐教育很多很多 那所以这是宗教跟我们生活当中的连接 那其实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佛道如耶回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事实上是互相都有很大的包容性的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在下一段节目里面呢 跟各位观众来分享一下 就是您这样子丰富的人生经验 那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特殊的点 一个转折 进入了违心圣教 好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大家稍后回来了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回到西安佛在我家 我们这一段节目里面呢 其实是同样的 林清兰显示要跟我们分享 她自己进入违心圣教的一个宗教里程 其实在上一个阶段的节目里面 她已经分享了 虽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佛教的信仰 那么曾经在寄宫师父这边 做过一些无谓布施 义工的这些法物 但是她体会到的最大的一个心得呢 就是虽然我们人的肉眼 看不见任何无谓布施 譬如说我们今天去为了哪一些法物做医工 或者是我们布施了一些金钱等等 我们都会觉得说 她的效果到底在哪里 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见 可是因为她个人自己亲身体验的 这个宗教的历程就是说 她这些所作所为 经由神佛的这个告知 也就是说她这些做的这个累积 让她的这些祖先 尤其就是她的父亲 能够去有一个更好更好的一个去处方向 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看见 那在接下来这段节目里面 我们当然就是要来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林清兰显示她个人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方面的转折点 也就是她在什么时候 开启了进入维新圣教的一个契机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林清兰显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啊 我们现在在这一段节目里面呢 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您可以跟我们叙述一下吗 因为我在八个月的时间 几乎就是里面出车祸都出车祸 开刀都靠一刀 包括我自己 只有我女儿她在台积电上班她没有 因为八个月的时间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清明节过后4月7日 我儿子驾车出了车祸 那个脚脱臼 不是那个脚整个脱臼了 任带也断了 结果那一天那几天也是我爸爸 我爸爸那时候还没有往生 也是我爸爸他大肠癌 他在医院隔天要开刀 我儿子在急诊室 我爸爸在等着明天要开刀 因为刚好就是我们阿姨的后生 他刚好他是高医的医生 骨科的 他刚好要去看我爸爸 因为刚好看到我儿子在急诊室 就医大医院的急诊室 现在他就跟我说 如果在这边你没有办法找到 医生没有办法帮你处理 可以跟他讲 他可以帮我介绍医生 因为在医院的话 医生说 我们儿子二十多岁 你跟他说要玩人工任带 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要玩人工任带 我告诉他这个孩子就黑幼虎了 所以两个儿子在车上车上车回来了 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打电话给我表弟 他就帮我介绍另外一个医生 我们隔天就快点去找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儿子他有些族肿 而且他脱久的很厉害 而且韧带有的都松掉都断掉了 所以我就去找那位医生 那位医生就跟我说 他现在不能开刀 他现在韧带不能接 因为他要把他的伤口先用好 而且要做护肩 让那个关节他有活动力 结果好 我就帮他办了出院 我们就回来了 就帮他住了一些套房 因为我们那个透天的 他没有办法上去 因为另外一支咖 他是必须的 对 所以因此就遇到我们中门的法师 然后您特别有在寻找这个住处的时候 用了一些妙法吗 儒法的吗 有去考虑这些吗 那个是后面的事情 那是后面的事情 对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一个路程 然后就是慢慢的引领你进入了违新宪教的这个领域 这样子吗 对 因为所以他要接好生后 我爸爸他也是在开刀场上 结果隔了一个月 换我先生脊椎 滑脱 要开刀 我一个小孩要把手机做护肩 一个先生在医院 等着开刀 结果好 我外管先生说 我没有办法顾你 我就帮你请看护好了 所以说 他4月份出车祸 5月份还在做护肩 我先生6月份开刀 开刀回来当中 就OK OK到国立的9月份 我们去清静玩 他说奇怪了 怎么头好像都会痛 结果他就当作感冒在处理 结果没有比较好 可能也是我们遇到贵人 结果我们就 我说要不然挂急诊 星期天都没有医生 挂急诊 就也是医生给他开感冒的药 结果回来了 他还是一样痛 结果到下个礼拜 我跟你说 不然我们还是星期天 我们还是一样去挂急诊好了 结果去真的是遇到贵人 那位护士就跟那位医生说 奇怪他上个礼拜有来挂急诊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造个超音波 结果一造这里两公分脑下垂体肿瘤 我知道事情不妙了 我们就隔天马上就转到大医院去 脑下垂体肿瘤 结果我就来说那时候就是 我们就去接工作 我就去那边点灯 他就跟我讲我爸爸的事情 结果 就是爸爸其实已经有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去 对 结果开完刀了 很顺利 就是还没有开刀之前 医生都跟他讲说什么会漏尿 因为你开脑部的东西 他一定都是会有后遗症 所以应该也是寄功神佛的一个慈悲 这样在背后默默的忽悠这样 对 就是到12月份 就换做我盲场开刀 我想我奇怪 刚才摸到这边你听 阿哥也是把我掛记者 因为我觉得不对了 不是这边痛 是这边痛 结果到过年之前 换我开刀 所以我就跟我说 好像 到了到了 时间到了 有一些事情不对 对 结果到过年后 老祖就出现了 3月份的时候 结果我们就到北月去玩 结果我们中门就是有一对夫妻 他就是他要骗孩子 但是他已经没疼了 他出几班读完就没读 因为他要顾小孩 结果他就跟我说 你发生这么多事 你要不要去违心圣教 去混元禅师那边 去读易经风学 因为我不知道 他都跟我说混元混元 我听不大清楚 不认识 那时候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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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说你就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你自己学了以后 保护自己 这是你 不伤害他人 接触中门最 第一个最记得的一句话 我听到这句话 我很震撼 我说哪有一个宗教 他只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不伤害他人 我觉得不伤害他人 是我们一个人 他最基本的一个理念 但是这个宗教怎么那么慈悲 可以不伤害他人 我们只保护我们自己 我说好 激起了你想要来认识的一个心 对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我就感恩 那个师姐来 我们第一天上课 所以我先生也有来 那时候是在哪里上课 在这里 是哦 钢山道场这边 所以我先生也有来 但是他看到是宗教的时候 他就不来了 不来的话 下个礼拜 换我要来的时候 刚好有事情 那个考验就出现了 刚好有事情 7点我来不及 接着到7点20分 我太想的 助力男安 我想说 好不好 好啊 来好啊 这样 现在来的时候 又等到我原理老师 跟班长讲说 要告诉新同学 那个上课要准时一点 我就想说 有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 会因为这样很不好意思 不然我就来上课 来上课 上课之后 觉得渐渐的因为你有来上课 所以家里就平静下来了吗 对 家里就平静下来了 好 好 好 就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说平安就是福 上课一段时间以后 怎么 家里面的一些风水什么 我们有没有经过老师去看一下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等等 也还好 因为那时我们先生 他的意思是说要搬家 因为我女儿没事而已 可是我们都有事 所以他就说搬家 所以我有来问法室官 他说要你的好病客观 真的 是那个时龄 他就去一个五楼 所以他的好病客观 所以都去上课 他在前面 他没有讨议金风水 我们都不知道 对啊 就是说 我心里有那么多事情 我才知道 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 受了这么多的伤害 才知道为什么要保护自己 是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段的 这个节目呢 其实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一个人的这个挫折困难 也许真的无法在一时之间 能够说话 全部都讲得很详细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借着今天的 《心佛在我家》这个节目里面 了解到了 而且也很感谢师姐 愿意把自己所曾经这样子 熬过来的这些痛苦的事 跟我们一一的说明出来这样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最后呢 结论就是说 您其实是到了伟心圣教 才找到了一个心安的一个出所 对 对 然后 而且能够在 遇到很多困难之后 还有那个心能够稳住下来 去念易经风水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周遭环境的带领 其实这都给我们 各位观众朋友们一个契机 一个进入我们伟心圣教的一个起点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心佛在我家》 节目时间里面虽然很短 但是我们真的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 感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收看 在《心佛在我家》的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都希望 今天没有跟大家说的 全部很尽情地说的 我们都希望在下次有机会 跟您再一次地分享 祝福您幸福平安 大家幸福快乐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